現在黑暗榮耀不是很紅嗎 你看宋慧喬 她小時候呢 被同學用那個電棒捲這樣 不要不要的烤肉架 她的父母 她的媽媽呢 沒有幫她 甚至拋棄她 出賣她 妳跟宋慧喬說 慧喬啊 妳應該要奉養孝親喔 因為這就是妳的道德義務 慧喬才不會理妳呢 她會送妳去西班牙 失敗啊 說什麼小事 所以奉養孝親是一種自由選擇 還是道德義務呢 我覺得有兩種情境 大家可以來一起討論一下 第一種情境就是 不願意富養孝親 不願意的人呢 我們應該要尊重他的選擇 因為不是所有的道德義務 都能夠涵蓋每一種家庭的樣貌 有些人只身不教養 他甚至拋棄或是虐待 像這樣的人 他還無上綱的所求 將來的孩子要奉養孝順 他可以得到孝順嗎 不會 他會得到 那現在黑暗榮耀不是很紅嗎 你看宋慧喬 他小時候呢 被同學用那個電棒捲這樣 不要不要的烤肉架 他的父母 他的媽媽呢 沒有幫他 甚至拋棄他 出賣他 你跟宋慧喬說 慧喬啊 你應該要奉養孝親喔 因為這就是你的道德義務 慧喬才不會理妳呢 他會送妳去西班牙 所以不同的家庭 用同樣的道德標準去要求的時候 會變成道德綁架 第二種情境呢 就是我們看到有人選擇 奉養父母的時候 我要肯定拿他來做這種選擇 而不是評價說 這也還好吧 不過就是奉養道德義務而已啊 奉養的孝順變成一種 道德義務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些都是理所當然 而且呢 付出的孩子 他不會覺得很開心 他會覺得有一些痛苦 得到的父母呢 他不會覺得很感恩 因為稀鬆平常 只有在自由選擇 要不要奉養孝親的時候 他是真心願意這麼做的 比起他覺得履行道德義務 所以值得更來著讚揚 那可以選不代表不會選 所以當我們可以自由選擇 奉養孝親的時候呢 這個自由的選擇 會比履行道德義務 更難能可貴 我剛剛上台之前 我還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爸說 爸 用父母的角度快點 到底是自由選擇 還是呢 這個義務啊 我爸說 以父母的角度 當然我會希望你能夠自由選擇 因為我不希望你犧牲 自己的金錢 時間等等 來成全我 我希望你是真心 能夠為我們付出的時候 一切才有意義 而且呢 我不只希望你能夠 自由選擇要不要孝親 我會希望你在人生 任何事情都有所選擇 自由和愛 就是我給你最好的禮物 我爸媽從來不會說 你將來要養我 養我 因為這是你的道德義務 但是呢 我知道 因為我回應我父母的付出 有一天真的發生了什麼事 我願意好義無反顧地 付出真心 來回報我父母的愛 然後呢 感謝他們 可以讓我有這個機會 自由選擇 我覺得只有在這樣 自由選擇的 能夠奉養孝親 這樣的愛才是深刻的 而且這樣的 受到照顧的父母 才會更加幸福 能夠自由選擇 奉養孝親 才是最真實的愛 其實非常非常的困惑 而且不明白 到底我們今天 為什麼黑白兩隊 要花時間在討論這一題 奉養父母 根本就不應該有 自由選擇的這個選項 而且 我其實並且對白隊的 三位便有 非常非常的失望 前兩位 在花大篇幅的時間 在講說 這世界上 就是有那種不適的父母 然後不照顧子女的父母 然後虐待子女的父母 到底為什麼 我們這個 這麼正面的一個節目 我們要花大篇幅的時間 去討論那些 極少數的父母 大部分的父母 對我們的愛 是我們這一世 我們三生三世 也還不完的 所以我對於白隊的千兩棒 非常的失望 再來說到 白隊的節辯 凱莉 凱莉說了很多 包括了要把她的父母 送去性解放什麼的 這是你 自以為 還是你覺得 那是你的自由 你愛性解放 不代表你的父母愛性解放 那是你的自由想像 不是你的父母的需求 你所謂的自由 應該是跟你父母溝通之後 你父母需要什麼樣的奉養 你們兩個達成了協議之後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再來我們去想一件事 我們去勾勒一個畫面 我們的父母從小把我們生出來 法律上明文規定 父母有扶養小孩的義務 但試問一下 我們的父母在把我們生出來之後 他們到底有哪一刻覺得 是用義務兩個字在看待呢 與其說是義務 我覺得那是一種甜蜜的負擔 我們去想那種甜蜜的負擔 親子之間的連結 那是多麼可貴的一件事情 前陣子我回家 我媽告訴我說 姐姐啊 你有沒有空 可不可以來幫我一下 我說幫什麼忙 我媽要的並不多 她只希望我可以幫她把 她一直看不清楚的字 她不太會用手機 她希望我可以幫她 把手機螢幕的字體給調大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需求 我在想 小時候我媽媽在教我試字 現在長大之後 我一步一步的教著我媽用的手機 然後看著她一直在不斷學習的新東西 那種親子之間的連結才是最可貴 我媽說 請我幫她染頭髮 我一邊染的時候一邊在抱怨說 你怎麼這麼久 頭髮那麼白 你還要才在染 我媽說 因為你大了 我老了 我們還要繼續怠惰嗎 我們還要繼續等待嗎 我們還要繼續一日復一日的推遲嗎 父母沒有時間可以等待 我們要盡孝順 這一題沒有什麼好變的 孝順父母 當然是我們身為子女的 應盡義務 謝謝大家 謝謝 黑隊第三棒的We Pay 這個每個人的軌跡來看 兩隊的第一棒都非常完美 尤其是朱祺鈺耶 你真的是咬字 你本來是主播對不對 對 難怪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就是條理分明 我覺得你今天是完美演出 所以我給你滿分 謝謝 大天也是完美 大天也是講得很清楚 甚至請大家說什麼 不要再等了 我其實一直希望你們能夠講出 出口成章 就是大天說 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非常好用 到宜佩 一個小小的缺點而已 宜佩是很好 就是父母沒有什麼好等待 我還是期望你們把這些東西 講得有學問一點 就是大家講的什麼 術一進而風不直 子欲養而親不帶 我聽起來又沒有什麼好等待 不一樣喔 好好說話 其實有時候還包括 你的含金量 跟你的學問 其實我覺得身為結辯壓力 真的非常的大 我覺得這個節目讓我學習到一點 就是我要如何在及時 頭腦裡面斷捨離 我身為結辯的時候 我聽到對方的論點 然後有我覺得我可以攻擊的點的時候 我當下要決定 我原本準備的東西到底哪些要講 哪些不要講 所以其實我原本有一點不安置 我覺得我寫的那一些東西 就好不容易生出的那些東西 我真的很想拿上去看 可是我在聽到凱莉在講 節辯的時候 我就當下決定 我不要拿那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會被我的稿子困住 對 所以其實我後來在台上講的 有80%都不是我原本要講的 所以我覺得 好難喔 但是我覺得學到很多 這很可怕 教練 我們 準備 練習 練習 練習